这是今天用的吗 今天 哦 银砖 多少钱 不知道 每一场酒席 都能遇到这种蹭袭的小狗 学生们 今天2000出头的酒席 也是有海参的 哦 不是 一瓶就够了 拿那么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谭门牛 今天来到了浙江湖州长兴 这一个小帅哥 16岁的生日夜 我觉得这个天 能让我出来拍酒席的 绝对是铁杆粉丝 现在就带你们look一下 16岁成日女的酒席怎么样 学生们 这个是刚刚处理好的长脚线 上面说放的是鱼翅 这个是肥牛姿造 这个是下火锅的 质量也特别好 听说这样一盘才158 算是很实惠的 这个东西班的体质 还相当可以的 一支是一斤半 广式的做法 这种大热片 确实做酒席挺难的 似乎衣服都穿不住了 这个奥龙是加了点儿墊粉 待会儿是清蒸吗 清蒸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爆汁 爆汁啊 这个爆汁有点不像爆汁 太浓了 学生们 这一盆鸭舌 你们能不能造宝啊 天呐 全是骨头 这里羊肚菌 虾滑 巨好吃 它是每一个羊肚菌里面 塞的满满的虾滑 上锅蒸好就可以吃了 这是一斤三的大奥龙 不过大叔 你这个小腿摆得特别漂亮 漂亮啊 很精美啊 肯定摆好一点 就因为我拍你才摆的 不能吧 学生们 今天2000出头的酒席 也是有海参的 每一味海参里面都放一个西兰花 还有一个鞍铲蛋 然后再浇上金汤 对 很漂亮 帅哥 它这个海参大概多少天一根 大概20多 20多一根 哦 那还是很实惠的 这个是现场现弄的包仔饭 是广式的吧 广式的 嗯 里面放的腊肉 好多哎 浙江的酒席摆盘就是很精美啊 里面是夏威夷果 这个黄黄的是什么 好好看 不服不觉啊 浙江的这个摆盘太精美了 像这种寿司拼盘都是多拼的 特别可爱 这个是手工 现场弄的手工鱼丸 对吧 那上面黑黑的是什么 木耳 木耳 哦 这是五香酱牛肉 也是很精美的摆盘 特别特别秀气 这倒是甜水金南瓜 也因为这今天的小准功能 黄金外亮 前途无量 这个鸭叫什么鸭 酱鸭 酱鸭 就直接这样一整直上啊 对 这么霸气的 兄弟们有没有馋 红烧大气棒 这颜色上的特别特别棒 每一场休息都能遇到这种蹭袭的小狗 哇 它好乖 好白啊 就是有点肥 兄弟们 这个狗好像羊啊 这个天在户外做家业实在是太辛苦了 看他们后面在装菜 我觉得不点着菜都不好意思 兄弟们 这道菜也是头一回见吧 中间大豆子 一圈百十个红烧的大鸡蛋 一个十学十美的 这是手工鱼丸汤 每个都很薄 满鱼也特别好 团团圆圆圆 这道是白酌的鲜活斑鸡虾 特别新鲜的 现酌的 清蒸广式东兴斑 浇一个热油 哇 太漂亮了 这道是清蒸酱鸭 这个菜特别像北方菜 好大一份呢 长脚蟹出锅了 浇一个热油 特别刺激 上面竟然还有鱼翅 看上衣服就是不一样 特别特别好看 比刚才没穿衣服的时候好看多了 蒸好的羊肚军 上面浇上爆汁 这个爆汁好萌啊 兄弟们 这是清蒸出来的百合 然后再浇上热油 这个做法我也是头一回见 很新奇 那边浇好油 这边直接上菜 好漂亮啊 待会关注一下 你现在就关注呗 别待会儿了 我帮你待会儿 我还没刷到过他 他经常就这个吃 是吗 是吧 那你想想我叫什么 叫什么 我先不说 因为我的名字经常说错 他们都不知道我叫什么 这是今天用的吗 今天 云端 多少钱 不知道 零卖一百 零卖一百 这云端零卖一百 好 明白了 知道就行了 这是黄金南瓜 刚才我在后面说的 这个特别 云衣特别特别好 这是羊肚军里面塞的虾滑 这就是刚才那个虾头 在后厨就是闻的时候 特别特别香 今天就不宜口吞 吃一个一半的 给你们看一下馅 面包抗稀油 特别油腻 哇 天哪 这肘子里面的红烧鸡蛋 你们不吃吗 都吃的 我看没怎么少嘛 我们喝酒 我慢一点 我感觉一个金南瓜都干饱了 今天小主人公我就不拍了 因为他才16岁 而且也是刚成年 因为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 尊重客厅的习俗 有的是上学酒 有的是16岁 有的是10岁 就是我拍出来的 这种各种特色 大家去看一下就OK了 不用去叫真 我们去看 这种卡 我们去看 我们买